羅文局日前接獲上級通報 在本霞一家工廠所聘過的外籍移工宿舍 查獲從越南的賣家寄送牛肉肝跟雞肉肝 一共17公斤 後續經高通市動保處送平東科技大學 出驗的結果是雞肉肝有驗 雞肉肝跟雞肉肝跟雞肉肝跟雞肉肝有驗 產品有驗 雞肉肝跟雞肉肝有驗 雞肉肝有驗